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arry 很开心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周生生的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我们的周生生抖音商城好物年货节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所以说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品牌的寻光大使张婉逸来到我们直播间 那我们先请婉逸和大家打声照顾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周生生抖音直播间 欢迎婉逸 我先替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夸一下 婉逸真的非常之帅 就坐在旁边就是感觉光芒万丈 就像寻光大使一样 我非常非常的帅 好吧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吧 您对于周生生深刻的印象 周生生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我从小到大只要一去逛街 必有周生生 这是最大的印象 还有就是自己慢慢的成熟了 了解了逛街 就是深入了一些之后发现 周生生把中国的传统美学跟现代的设计融入的非常的好 是的 刚刚这一点其实说的特别好 因为其实周生生一直把这种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设计做一个融合 演绎这种匠心之美 所以说我们的品牌主题叫做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所以说也希望给到每一位用户真正高质量多元化的产品选择 那今天婉逸来到我们直播当中 哇 这一身黑西装 然后搭配的是我们一套黄金产品 对不对 我觉得黄金在新年也是有特别好寓意的 所以说新年的时候 婉逸会不会和家人都佩戴黄金的食品 会会会 这黄金它本身就有传统美学的这种韵味 然后它还有一种我觉得在对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 它是有非常美好的寓意的 所以说我们家在过年的时候也都喜欢带一些这些黄金的配饰作为点缀 金灿灿的嘛 很适合这个过年过节 对 过节的气氛 然后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婉逸这身多好看多帅 看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会有自己的这种穿搭的一些小的心得 能不能分享一下 比如说新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穿搭吗 新年的时候就要沾点喜气嘛 就要穿的那个 比方说有时候我喜欢穿一红毛衣 然后外面裹一个就是相对来说颜色素一点的外套 然后要保暖嘛 然后再带一些像比方说黄金的配饰啊 然后做一些点缀 没错 因为其实像红色的毛衣啊 黑色大衣 然后你再加上这种金色的点缀 整个人就感觉哇 节日的氛围立刻拉满了 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 其实在金色之上如果有一些像龙年嘛 我们有龙纹的元素 这样的话年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但是呢我也特别想有跟这个晚衣有同款的这种穿搭和造型 能不能今天给我来搭配一个项链 在这里面选 对 在这里面选 搬一项链 换一项链 换个这个项链 这个正好我们在前方这边也有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一样的 对 哇 这个很会挑 因为它其实也是这种很提气色的 金光闪闪 对 龙年嘛 龙年 带有那个龙的这个属性 属性 然后很好看 然后它其实是我们的龙闪闪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好看 很闪 哇 这个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其实它还挺百搭的 比如说咱们穿个白衬衫 或者是穿一个这种高领的黑毛衣 对 就是我个人就觉得 像纯黑色配上金色 就是感觉很端庄很正统的 同时又有一些就凸显这个金色的配饰 就让金色在黑色的映衬之下 更明显 更有质感 很提气色 然后但是我觉得 这个我是主持人嘛 然后呢又会手持话筒 要出镜 手腕也有点空 那这 这俩是不是也是一样 是一样的 对 我手腕上这个可以 那我们也邀请婉姨 可以拿这个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婉姨挑到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 这个小龙的手镯 它其实叫做龙王送福串珠 哇 这寓意太好了 是的 送福 哎呦 而且你看它特别可爱 它其实是叫龙王 那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龙的形象 然后呢 好像它钻进了福袋当中 寓意着龙年福气满满 一下就抓住了龙年的感觉 太可爱了 对 你看它这个小龙好像在这个福袋里面 然后满满当当的感觉 特别可爱 好 所以说这个也推荐给大家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佩戴 那这样礼尚晚来 婉姨给我推荐了两款 我也给你推荐一款 好吧 我的心头爱 真的太酷了 我觉得男生都会爱 这个呢 绝对是我们这个大阿 哦 你看看 酷黑系列 对对对 这个它压了一点这个金色 是 然后这样 我在婉姨的右手这边 好不好 它其实是两串 相当于是我们进行了一个迭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哇 这个是真的很酷 然后它上面呢 其实是我们的四款串珠 分别是龙龟 龙图腾 龙铃 还有霸王龙串珠 哎呦我天哪 真是 你看这 颜色呀 质感是截然不同 你看 你看这个颜色跟跟它这个颜色是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更酷 是的 哇 这家伙 这种酷炫的感觉直接拉满了 这龙的龙元素极齐了 龙元素极齐了 你看这个龙图腾 龙铃 八王龙串珠 还有龙龟 这好棒 哎呦 真棒 而且真的很好 而且我觉得其实手上这种叠搭 也会显示出人的这种气质和层次 对 那今天呢我们和婉逸分享了很多关于这种穿搭 叠搭的这种心得 今天其实作为我们的寻光大使 我相信婉逸也是带着福利来的 听说准备了五张青签的照片会送给大家 对 这是我作为周中生的寻光大使 就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呀 天呐 这家伙 真的是迷人 我们要 我们要把这份礼物送出去了 好不好 那我们也想一个口令 跟婉逸相关的 我们就叫做 婉逸有你生生不息 哎呦太好了 好不好 生生不息 婉逸有你生生不息 周生生生生不息 是的 大家赶快刷起来 我们也这个祝福婉逸的这个角色 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更多好的角色 生生不息 好不好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2023 至少我反正都是婉逸的陪伴 真的四部剧都是 这下半年天满满当当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2024真的有更多好的角色 好不好 好的 期待 那我们赶快 各位赶快刷起来吧 婉逸有你生生不息 好不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邀请婉逸来倒计时 我来截图 好不好 好 您可以随时喊 54321 好 5 4 3 2 1 好 我来看一下 首先呢 最上方这一位打对口令的叫做卷毛小狗 还有莫非是土豆呀 草莓味的风 团子 恭喜这五位 我们给镜头来展示一下 那这五位朋友呢 一定要联系一下我们客服去登记您的中奖信息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就是给你们的了 恭喜恭喜恭喜 这个签名照送上了 我觉得这个祝福也得跟上 对不对 这马上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龙年的新年了 新春祝福 给大家送上一波 就借用一下咱们周生生的这个 祝大家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健健康康 平安如意 年年有余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晚逸的到来 感谢 我相信很多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等候多时了 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晚逸 希望2024年 首先身体健康 然后天天开心 好不好 然后呢享受在剧动中每一个角色 那感谢晚逸的到来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 好不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期待下次再见 新年快乐 谢谢晚逸 新年快乐